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就踏上的高速发展的道路,不管是在工业领域上,还是科技领域上中国的发展都十分迅速,而如此迅速的发展,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,因此,中国也不得从国外进口大量的资源。 打开ARC浏览器查看更多精彩图片,例如天然气就是比较重要的资源,尤其到了冬天,北方地区的天然气啊,消耗量就比较大,而且要做到全国的天然气供应,这就是的短缺的天然气。 不过,中国因为依赖进口大国供给天然气,让许多国家都不但太高价格,不过,中国也开始意识到这一方面,因此,一直在找一些出售天然气比较低的国家。 打开ARC浏览器查看更多精彩图片。 在以前我们很多天然气都来自澳大利亚,然后,他们从中也拿了不少好处,但中国发现这一点之后,决定放弃澳大利亚的贸易合作,反而转向与中国十分友好的俄国。 而这次中国与俄罗斯签署的合作,高达6500亿左右,所以,在将来,中国大部分天然气,将会从俄罗斯进口。 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当中俄两国签署合作没多久,就有从俄罗斯过来的480艘的货轮,就停在中国的港口,顿时400多艘货轮几包港口。 这就让澳大利亚坐不住了,让他没想到的是俄罗斯的效率居然如此快,当时澳大利亚急忙将价格下调,想要挽回中国市场。 打开阿克浏览器查看更多精彩图片。 不过,现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,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,可能将会一直下去。 你们认为,中国与澳大利亚还有可能继续合作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! 哎哟! 978 9 11 15 6 16